Hello 我是素食蛋的Alphys 我面前就是剛剛做的 酥皮蘑菇黑松露餡卷 是不是很想知道怎樣做呢? 馬上看看哪些材料和怎樣做 首先我們先切了些材料 有蘑菇和鮮冬菇 多些菇口感層次味道會更豐富 我們先切了蘑菇 去個鮮冬菇 放進食材料裏 腰果就是沒有鹽的腰果 再加上植物素肉 好處就是沒有蛋固醇和高蛋白質 適合我們素食人士 再加麵粉 香草方面我會加米蝶香 香草莓 最重要是加黑松露 然後加鹽 黑胡椒 然後就可以攪上去 這個手提式攪拌器 有幾種不同的配件 就好像打蛋器 打湯器 薯蓉攪拌器等等 可以處理不同類型的食材 攪碎完之後 就像蘑菇醬一樣 現在的質感是很滑的 酥皮攪拌器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剛剛攪拌的蘑菇餡 看到質感是很幼滑 好像雪糕一樣 因為其實有腰果 有些Nux的油份 所以令到它自己本身 都會變得比較幼滑 就可以包起來了 摺完之後 旁邊都摺一摺進去 我們這個時候 就倒少少橄欖油 進去桌上 然後就用油掃 輕輕的推一推 掃勻 之後就可以放我們 剛剛包好的餡卷上去 我們可以在上面 就割少少花 在中間落一刀 然後再打斜 割兩下或三下 之後就放進焗爐裡面 現在的焗爐 就非常多功能 例如可以發酵 蒸 焗 都可以做完 用180度 焗它15分鐘 變成金黃色 就完成了 好了 現在焗完15分鐘 就變成金黃色 哇 香噴噴 噴噴噴噴 這樣就搞定了 想用電煮出更多好菜 立刻上中電志想買 以及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啦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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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